支架贵州第15天 我们来到了安顺市 在一天之前 我们来到了这个风景美丽的地方 这里的村子隐秘在群山之中 风景美得像一幅画 但是我们却想不到 在这么美丽的地方 我们居然遇到了一件这么招心的事情 我们出发咯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还是在安顺的云峰屯普景区 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停车场露营 今天我们打算走进云山屯里面去逛一下 我们住在画里 遍地的野花 因为我们那个车子东西太多 收拾来收拾去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走路进去 大概1.7公里 行吗 可以 现在我们走到这两座石门这里来了 昨天看见就觉得很壮观 这里叫流梯关 像个关口 看到没有 对呀 我估计很少有人从北门这条路走进去 大家过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走东门 就是那个正门的方向 直接进去就是云山屯 我们现在走路一点几公里当散步 是吧 对呀 我觉得当散步就挺好 也行 你有这个雅性我就奉陪到底 但是走路有走路的好 可以看到沿途其他人看不到的风景 如果不是河大路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话 我们平常都是特别喜欢走的 就喜欢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种感觉 大好风光啊 这里面 这个景区真的特别漂亮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景区是暂停运营了 以前这条路是百度车走的 现在百度车也不运营了 然后门口也没没人收票 对啊 我们昨天过来的时候本来还想买两张那个票是吧 50块钱一张 是不是很漂亮 对 其实安顺的山山水水啊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去挖掘过的 我们去年只是匆匆而过 实在是可惜了 在贵州好像有吃不完的李子 这就是李子吧 嗯 是不是 这还没成熟 还没成熟 对 对 路边都是李子 这些都是啊 这里还有桃子 路边还有羊梅 对啊 一大片羊梅是 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前面有多开心 后面就会有多糟心 在进景区之前 我们专门在网上查过这里到底要不要买票 得到的答案是不需要 然后我们又在视频评论区里 询问了本地朋友 得到的答案也是不需要买票 于是呢 我们就兴冲冲的步行了两公里过来 在进门的时候 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要求我们去买票 我们直接就蒙了 其实这25的票价本就不值钱 但是经过后面跟景区人员的争执 我们顿时没了心情 但是啊 这一趟不进来 好像又感觉白走了两公里路 太不划算 于是 现在让河大陆去买票 现在是半价25块钱一个人 现在我们进来了云山屯 今天过来这个景点 说实话我们心情不是很好 印象也不是很好 他们这里的管理啊 我感觉有点混乱啊 就在门口的位置 进来的人一部分免费 一部分要收费 一部分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 哎呀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特别特别混乱 特别感觉特别不好 他们这里因为我们走路过来 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来都来了 你说不进来吧 又有点可惜 对 其实这个云山屯还是在 好像是在山顶上的 然后四面环山 被山峰包围起来 所以说昨天我们过来的时候 航拍都没拍到这个村子 算了吧 上面那个太高了 山顶有个庙啊 云山村 这里还在施工 这上面的物价也不便宜啊 水的要贵很多 我们到了 到门口了 走进去就是云山屯 这里面呢 很多的人啊 都还保持着这个 600年前的这个生活习俗 中国传统村落 云山村 有一说一 云峰屯普确实有骄傲的资格 这里始建于明代 是明初 征南大军驻扎的核心地区 除了云山屯以外 周边还有本寨 雷屯 小山 等等八个屯普村寨 共同组成了云峰八寨 云山屯呢 就是其中保存的 最为完好的屯普村落 这里居住着600年前 吊北征南的汉族居民后代 这里的很多古建筑 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来到了这里啊 可以了解到那个遥远年代 遗留下来的独特的文化习俗 安顺独特的屯普文化 指的其实就是屯普人 将数百年前的汉族语言 服饰 建筑风格等等习俗 沿袭至今 云山屯中呢 有个神奇的现象 越是靠近寨门 建筑年代越久远 越是往里走啊 房屋就越新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平日里来云山屯啊 只有下午会有两场表演 在节假日呢 他们会在早上增加一场 我们今天来得太早 显然是无缘见到屯普中 最具代表性的地戏演出了 这个景区呢 其实也不大 从头走到尾 如果说不爬山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就逛完了 说面积的话 好像还没有我们之前去的千年高档 不宜古寨 那里那么大 然后我们现在才发现 好像从它的后门也是可以出去的 就是我们停车那个位置附近 刚刚我们还跑那么远 走到正门去 这也是一个出口 水神庙出口 从这个地方出来 有人吗 没有 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门进来 好像是不用买票 对 就这个门 大家看一下 从前门进来要买票 从后门这个门进来不用买票 朋友们 就是从这条小路一直走 走到底下那条大路 就出去了 或者说我们今天根本就可以从那条小路走上来 只是不懂路 这里不用买票 太离谱了 朋友们 这个景区 现在是25 可以这么说 不贵 但是我以后真的是不会再来了 看一下我们已经走到大马路上了 今天我们明明可以从这条路进去 不用收票 然后从正门进去 他就收票 真的是太离谱 太混乱了 其实周围的环境是挺好的 我们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但是这个景区 我们真的喜欢不上来 就这样吧 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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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